金庸传奇人生,生于豪门,被学校开除,有三任妻子,长子十九岁自杀。 中国古代有句话,叫做有人的地方,就有江湖,而古代的江湖一直很是模糊,似乎包括三教九流,一切传奇的地方。 而直到伟大小说家金庸先生,在其武侠小说下,浙江湖才彻底的清晰起来,江湖就是除了百姓,除了朝廷之外的世界,江湖虽然混乱,但充满侠义,更充满道义,栩栩如生,又是热血非常,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才闻名世纪,是华人武侠第一人。 而十月三十日,九十四岁的金庸先生逝世,将这已永远传奇作古,世间不在武侠,回顾金庸先生的一生,那是非常传奇,其出生豪门,追求自由,被学校不断开除,有三任妻子,长子十九岁,为情自杀身亡。 第一,出生名门,金庸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,原名扎杨庸,金庸这个名字是其姓名最后一个字的差解,而金庸出生的差事是浙江海宁豪门大族,自古的书乡门地,可以说兴盛了几百年,所以金庸一出生,可谓是有着非常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, 在那个年代简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第二,不断被开除,金庸先生从小喜欢无拘无束,追求自由,随心所欲,这也是其后来创作的精髓,但是过于随心所欲,使得其学界一直不顺。 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几次被学校驱逐出校,在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读书时,金庸也是讽刺殉老主任被开除。 到重庆中央政治大学读书时,因为对党员不满,向学校投诉,最后也被开除,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不安分学生,按照现在的话说,不是一个好学生。 第三,有三任妻子,金庸一生有三位妻子,第一任妻子叫杜志芬,是金庸在23岁的时候,在杭州相识,是朋友杜野秋的妹妹,两人一见钟情,到1948年,金庸到香港前与其结婚,但是到了香港后,杜志芬过得并不开心,金庸忙于工作也没时间陪他, 而且两人也没有子女,最终杜志芬漫然离婚,离开了香港,与杜志芬离婚后,在1956年金庸跟第二任妻子,新闻记者朱梅结婚,当时金庸32岁,朱梅也是金庸一生的挚爱,朱梅大力支持金庸的创作, 甚至变卖自己的嫁妆帮助丈夫渡过难关,而且还为金庸生下了四个孩子,金庸一生二子二女都是朱梅所生 但是到后来,金庸成名,而婚姻是出现裂痕,1976年,两人离婚,死后,金庸娶了第三任妻子,当时才16岁的林乐姨,比金庸小29岁,可谓是老夫少妻了 而林乐姨并没有为金庸生儿育女,但是陪伴金庸到了最后,获得了一切 第四,长子19岁因为感情自杀,金庸的长子叫查传侠,是第二任妻子所生,生于1957年 可以说,查传侠完全继承了父亲金庸的天分,11岁就能写文章发表,才华横溢,少年天才 为此,深得金庸的喜爱,对其寄予厚望,要鼎力地培养,将来必定是有一个大师 但是在1976年,年仅19岁的查传侠,却因为情感自杀而死,对金庸可谓是打击很深 金庸先生一度要随儿子而去,看破了红尘,但是最终在宗教中获得解脱,才逐步缓了过来 可以说,金庸后来的武家风格很大程度上,受到了自己长子自杀的影响 金庸先生的一生可谓是充满传奇,坎坷,也许正是这些传奇坎坷,才使得金庸先生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,才有了不朽的武家传奇 而是这一句,传奇不在,令人痛惜啊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,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